原来美军一直在我们家门口 美国第七舰队洛杉矶级潜艇 舰长,我们停止播放活歌 等一下 美国人,保持航向,继续驶向西北方 他们没听到,我们黑一龙江号的静音能力 居然好到连大声唱歌都听不见 舰长,这正是他作别邪无匿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如果我们现在给他来一下,岂不就让美国人知道我们中国的厉害 卢忠孝,这就是你只能带浙江,不能去北京的原因了 愿文奇想 这洛杉矶级可是核动力攻击前舰,就算我们侥幸能熟了 这外泄的核燃料,可是会让整个浙江沿海域跟住完蛋 这这这,倒是 或且于代表要的是台湾人不战而降 要办到这一点,就必须在美国人的眼皮子底下 打击台湾人的自信心 就是让台湾人知道,如果惹怒了中国人 那美国人也保护不了他们 答得好,你有监图 谢谢长官夸奖 那,于代表的意思是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我们战友绝对优势,而且搞不好也我们自己的海舰队都不知道 黑龙江号有这么厉害 美国洛杉矶级潜艇,无害通过 立刻船向出发前往台湾海域 我们能无声无息地穿过美国舰队,越过海峡中线,深入台湾的反潜声辣网 找到台湾的战舰,送上我们的鱼雷 那么台湾人就会彻底东退了 你觉得同胡人会明白小管面线为什么会那么好吃 我真不敢相信,组营号居然被排除在黑标点旗外 舰长是,黑牌,就有这好数算了 反正出海两个多星期,我们也需要补给 我开始想念素奥了,舰长上岸后想去哪 西雨,即备,该让我的宝贝爱车去转转 免得天天吹海风生就 轻松愉快,轻松愉快 在这个月的职更表,多数人的福祉还是值得为之奋斗 我们是中华民国军人 应该为防卫国土付出生命的理事标准军人 而我连所追随的领袖值不值得静养都不知道 我相信一样,弟兄们有空的时候也念一下 MK13,连带MK74和MK86也顺便检查一下 还有SPS也需要找时间,要叫了 留守也要工作,说好的一命一休了 而谁叫你那么坚实? 我出去转转,有事等我回来 别把我的船弄坏了你的船,试着我见证 这船可是台湾的名字哦 哦哦哦 船长,根据北斗导航定位,我们已经进入台湾海域 搜寻海面上目标 舰长,司令部广播,台美海军正在进行反潜演习 螺旋桨,是台湾,B3C 列故作海上巡逻机,准备紧急下潜 别忙,我自有分寸 如果任护作,抛下主动式升纳浮标,就一定会发现我们 附作,你知道台湾买B3C,最后却是空军在飞 空军 跟我们海军里,他们只会说大话吹牛 海军飞机给空军,那除了会飞外,其他什么都不会 进手升纳多重分析 发现台湾战舰 确认,物标航线与我们所在的方向相投 能判定是什么级别吗? 确定一艘是紧将级 太小了 另一艘 是,成功级 这还差不多,收钱放进,下潜到攻击深度 舰长,我们在最佳攻击位置,可以在美国人发现之前击中 就是这够了,3号4号鱼雷管住水,锁定成功舰 设计解算已经输入鱼雷,准备发射,舰长 总致命,今天我们就将领人胜利,荣光献给虎伯,让我们用军成田马大海 历史给了黑龙江号这个机会,让我们能用最好的武器,让台湾分离主义分子流血到底 发射